大家好,我是景 這次安排東北角海岸一日遊 漫步在福隆沙雕藝術季 前往今年才開幕的無敵海景星巴克 騎著單車進入神秘舊草嶺隧道 最後來到山雕角燈塔欣賞居高零下的海景 那我們就出發吧 現在來到福隆海水浴場 大飯店這邊 停車場平日的話是一次一擺 那現在是有沙雕展 可以去看一下,聽說主題是霹靂布袋戲 遊客中間有裝水的地方耶,很方便 有帶水壺可以來這邊裝 這裡是整個福隆的地圖 那福隆火車站在這邊 所以福隆大飯店靠這邊 離遊客中間很近 就可以直接過去海水浴場 那我記得這邊也有騎腳踏車的地方 在這裡 可以直接坐到貢牛火車站 就可以往土地公的方向 往草陵古道走 走到虎治北往桃源谷 之前有走過草陵古道 這邊門票是 一人120 團體20人以上是100塊 這邊還有一些套票 我已經看到海了 超爛的 太美了啦 星巴克在這裡 這邊是不用付費就可以走進來 然後這條橋這邊就是要送門票 在橋上就可以看到 沙雕展 今天這個海超爛的 我們山坡很大 這是第一次買票進來 來到了 海水浴場 第一次來嗎 對我第一次來 對 然後來一個好天氣 真的 現在來到浮浪沙雕展 我們看到 上次結還會有 這次的主題就是 TD布袋戲 TD布袋戲 這樣看好像金字塔喔 挺壯觀的 不知道為什麼被風吹了都不會 都不會掉欸 有誰知道嗎 可以留言跟我講 為什麼 被海風吹了都不會掉 布袋戲的角色 我應該只要素還真 而且這邊水域很深 應該是不能下去吧 而且暫停開放 現在前往Starbucks 哇 在這家可以看好 這個杯子超好看欸 然後這個袋子超有質感的 就很漂亮喔 因為我們被風吹的 有時候機器 所以剛剛我們 intention 到底是要跟那些這樣的 但是今天不值得 然後旁邊看 我還想聽他 大聲的 福隆车站来吃福隆便当 这边一条都是卖福隆便当 但不晓得要吃哪个 这个是我十年前有来过 福隆便当 现在骑电动车 电动车好赞喔 以前都是骑脚踏车 超方便的 他说要骑8公里 真的假的 我怎么印象没有到8公里 以前都觉得超快 这边有停车位 这边有在租脚踏车 切记走到看到休息一下 是往右走 看地上的指示 右边才会到草岭隧道 先出 vert 到隧道了 超美的 怎麼印象以前的 不離開 但现在没有 cab 没有放永, Due fato 音乐来了 音乐来了 葱汤来 丢丢打扮 这边好像都在施工耶 这边可以开到贵山倒 好大 现在厕所在整修中 所以只有流动厕所了 这要注意一下 这边只有到5点 好像都在整修耶 我骑完草岭隧道了 准备回去 我蛮推荐租电动车的 超好骑 完全感觉不到后座的人存在 因为它的马力还蛮强 轻轻一吹就往前冲 那其实也不用租有遮蓬的 因为一半的时间都在隧道里 这台蛮推荐大家来的 这边是三雕角灯塔 哇 这边看过去 好高的海平面 现在来到三雕角灯塔 三雕角灯塔 它是极东观景台 算是最靠东边的 最东的就是三雕角 这个三雕角灯塔 最北的就是富贵角灯塔 最难的就是阿兰比灯塔 最西的就是台南灯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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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可以看到更近的龜山島 現在來到山雕腳燈塔吉東公園 這邊是台灣最東邊的燈塔 在這邊可以遠眺龜山島 其實從芙蓉開過來也只要13分鐘 那今天的行程就是與芙蓉海水浴場 然後跟草嶺隧道騎腳踏車 最後一站來到了這邊 山雕腳燈塔 那我之前也有去爬過龜山島401高地登頂 也有去草嶺古道 草嶺古道一路走到桃園谷 可以點這邊的資訊欄 觀看之前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不要拍了 照顏 我們下次見 雪 沙 沙